麻煩請陸委會夏主委 法務部林次長 兩位早 辛苦了 夏主委我先請教一下 你應該有看到國台辦昨天開的記者會嗎 是的 那國台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他說 以台灣籍為主的電信詐騙案 團夥 屢禁不絕 受害群眾合法權益無法保障 大陸民眾極其不滿 強烈要求打擊追回他們的血汗錢 那所以他說呢 這些在境外放把 受害人都是大陸人 有關國家與大陸是建交國家 大陸當然有司法管轄權 你對這個看法如何 第一個 他們的受害的 被騙的民眾的確是數字增加 他那天跟我講 我說你們自己講不要由我來講 所以他們講的算蠻多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這個有管轄權 我想根據在這個國際的這個 刑事管轄權的法律方面 這個我們其實是基於國際原則 我們有管轄權 大陸是基於結果地的原則 他們當然也有 這是一個管轄權的進和 所以我們現在陸委會的原則 還是希望就是 2011年定下來的原則 我們希望按照這個原則來處理 依照原來這個原則繼續進行 對不對 那夏主委你請先休息 我請教這個法務部林次長 林次長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 特別是法務部最近的發言 我們來討論一下 請您先看下面這一頁 我想你先跟大家釐清幾個觀念 什麼叫做引渡 引渡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定有條約 然後依照條約的規定 把人犯 人犯引回去嘛對不對 那在肯亞這個案件這個沒有 他不是用 沒有 什麼叫前板 前板就是沒有引渡條約之下 把人 弄回去 就是用驅逐出境的方式 那前板哪裡 前板就是前板他從哪裡來 原來的國家 對對對 前板從哪裡來 前板回到哪裡去 那什麼叫屬人主義 屬人主義就是 我們講的就是國籍的主義 就是這個人是哪一個國籍 就怎麼處理嘛對不對 好 什麼叫屬地主義 屬地就是以犯罪地為標準 屬地主義裡面還有兩個 兩個概念嘛對不對 一個積極一個消極 對沒有錯 就是加害人跟被害人 一個是犯罪發生的地點 一個是犯罪結果地嘛 沒有錯吧 好來來來 我們看再下一頁 其實你剛才講的就是這樣 來再下一頁 那其實現在唯一有爭議的是 所謂的屬地主義 就是說犯罪行為發生地 還有或是犯罪行為的結果地嘛 沒有錯吧 那犯罪行為發生地應該在坑亞 那坑亞也處理過了嘛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犯罪行為的結果地 那犯罪行為的結果地在哪裡 犯罪的行為結果地 就是說他大陸也被害 就是這樣 就是他自己講的 就是大陸宣稱的所有的受害人 都是大陸人 所以應該在中國處理 這個就是他們的主張 他們主張管轄權唯一的理由嘛對不對 好 那我請問喔 這件案子我們法務部的立場 我們法務部知不知道 所有的受害人都是中國人 沒有台灣人 我們現在還不敢確定 還在跟他爭執 所以我們才主張國際主義 沒有錯 所以我們還沒有確定過 是不是全部都是中國人受害嘛 也許有台灣人不知道 現在案情還不明 那有沒有看過任何的證據 沒有到現在還不太了解 所以大陸的主張說 中國的主張說 他們要屬地主義 就是因為犯罪結果地 所以他們有管轄權 這個我們法務部應該持保留的態度 我們持保留的 我們還是主張 剛才所講屬人主義 我們認為是依照國際 就是屬人主義嘛 沒有錯吧 這是法務部的 我們的立場 你們的立場 確定喔 因為你們的屬長 跟你們的副屬長說的 都不是這樣 我在這裡表示 你代表保護部確定這個立場 好 所以我們確定 陸委會的立場很清楚 就是2011年所定下來的 這個各自處理 那 保護的立場也很清楚 就是屬人主義 而不是屬地主義 沒有錯吧 對 好來我們來看下面 來我先 這個先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市長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 2月16號有一個會議 對不對 2月16號這個會議 剛才你剛剛所說明 你回答的重點 你回答其他委員 告訴我們說 你們法務部經常在開 有時候是經常性 有時候是非經常性 我請教你 2月16號這個會議 是經常性的會議 還是非經常性的會議 這個會議喔 是由國兩師自己主辦 其實我沒有參與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請他們 國兩師他們有 這個背景 詳細說明 來市長沒關係 我們好好討論 好 2月16號這個會議 是定期會議 還不定期會議 這個是定期會議 他說不是定期會議 不是定期會議嘛 所以是 依照特定主題所開的會議 對不對 是這樣 對 依照特定主題所開的會議 而且是跨部會議 沒有錯吧 跨部會議 對不對 你們邀請的對象 包括外交部 包括陸委會 包括警政署 包括移民署 包括高檢署 包括法務部 自己部內的檢查室 跟調查局 沒有錯吧 這個會議由誰主持 那個好像是 由陳市長主持 沒有錯吧 陳市長主持一個跨部會的會議 老實說 我做政務官的經驗 跨部會議 不會由一個市長主持 通常至少都次長 那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來 那這個會議的主題叫做什麼 叫做 研究 這個 來 這個我都有會議記錄 來 考量是否可以有效制裁犯罪 如果無法掌握境外證據的情況下 即將國人交涉回來 最後恐因證據不足 無法將之繩之以法 所以 未來我們是不是採屬地主義 即便利管轄主義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主題 這一次會議 第一個我們剛才確定了 是不定期會議 第二個 是一個有主題的會議 這個主題就是討論 未來是不是走向 所謂的屬地主義 或是便利管轄主義 是不是這樣 這個會議是這樣 我不太了解這個 來不太了解 請副市長 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說 我剛才拿到這個會議結論 他雖然前面有委員所提的這個東西 把他解釋說 我知道我都有看到 但是他後面有講說 若個案有特殊性 我們在個別商店 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會議的內容 我請副市長 副市長我先請教 2月16這個會議你有沒有開 你有沒有參加 有參加 那所以這個會我剛才講的沒有錯 他不是定期會議 他是針對這個特定主題討論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你們在討論 未來是不是要採屬地主義 或是採這個便利主義 沒有錯吧 那為什麼忽然提出這個案子 是這樣子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人回來台灣之後 因為他的犯罪行為地 結果地都在 這個人指的是誰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菲律賓的那一個人 菲律賓的案件 所以這是依照特定案件 所以才開了這個會嗎 對對對 那之前沒有嗎 沒有 之前沒有 沒有開過會啦 也沒有這樣子的案例 之前有這樣的案例 也沒有啊 就是單一的一個個案 然後他被大陸發佈紅色通緝令 然後在第三地被抓到的時候 所以其實如果看起來 你們是因為大陸發佈了紅色通緝令 然後這個人回來以後 你們為了這件事情 開了這個研討會 沒有錯 那研討會最後的結果是沒有結果 我們未來再試個案決定 對不對 那委員我要跟你報告一下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 你們後來 包括你 包括你們陳司長 在肯亞事件在國內爆發以後 你們第一個回應說 因為有屬地主義 所以 大陸有管下去 沒有錯 委員 這個要澄清喔 4月8號那天 我們知道這事情了 之後馬上就跟公安部聯絡 說你們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4月8號知道這件事情 對 其實你們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不知道 4月8號中午 你們事前就知道有這個案子 那個時候是說 你們昨天陳市長在這裡回答說 這個案子你們早就知道了 這個不是今年的事情嗎 4月5號才判的嘛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們4月8號接獲通知 4月8號接獲通知啊 4月8號知道 你們的處理是怎麼樣 對 我們就打電話給大陸的公安部 告訴他 就是我們的聯繫窗口 告訴他說 這個案子怎麼沒有通知我們 然後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們說 就是他違反了我們2011年定下的原則 沒有事先事中事後 通知對方嘛 沒有錯吧 對 那大陸怎麼回應你 那他就說他不清楚狀況 他不清楚狀況 那所以你們包括你個人 包括陳市長 你們曾經在媒體上 說過說 因為有屬地主義 所以中國確實對這件事情 也有管轄權 沒有錯吧 對 那是事後 這幾天在開記者會 記者有問我們說 那大陸有沒有管轄權 他們為什麼可以把人帶走 所以我們就回答 這樣子法律上的意見 對 市長 所以我理清一下 這件證實說 這個會議 包括未來採屬地主義 跟未來採所謂便利管轄主義 這個不是法務部的政策吧 確定不是 你在這裡承諾一下 確定不是法務部的政策 所以你剛才 你曾經在政府部門服務過知道 如果是一個政策決定 至少應該要有次長級以上來組織嘛 所以這個會 我坦白講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們的訊 對對對 所以我剛才一直表達法務部的立場 市長 真的就是我們採跟 部委會一樣的態度 我告訴你 我們聽到的訊息是這樣 我們聽到的訊息是這樣 這件事情就是因為大陸有發布 紅色通緝令 然後政府的高層以後決定說 那未來就叫法務部 以屬地主義跟便利管轄主義處理 有沒有這回事 我個人沒有得到任何這樣的 你不知道嗎 那有沒有這回事你知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沒有這回事啊 有沒有高層或是高層相關的人事指示 沒有沒有 沒有 你確定沒有 我確定沒有 所以我沒有參與這個 應該照政策 政策的話應該要主持這個會 我沒有參加 我今天才看到這個結論的 現在這個會 為什麼法務部忽然提出來這個會 為什麼提出這個主題在討論 那為什麼三月羅英雪去中國 然後四月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的資訊是 由某位親近馬英九的人士 做了這樣的主張 於是馬英九下令給羅英雪 於是所謂你們的國兩師開了這個會議 國兩師開了這個會議 本來是要討論 但是外交部也好 陸委會也好 都有強烈的意見 所以當先沒有做這個決議 是吧 有沒有這個結論 我沒有這個信息 我不知道 來 部長 次長我其實要請問你的是 如果這個不是高層的決議 請問你 為什麼法務部忽然之間在二月十六開這個會議 那以後來我再問 以後會不會繼續開 針對這個議題要不要繼續討論 我想 現在我們有太多太多的犯罪 在境外犯罪嘛 那中國都主張他們有管轄權嘛 那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的會議會不會繼續開下去 我在這裡先聲明喔 法務部的立場 就是我 你剛才說一個 屬人主義嘛 沒有錯嘛 這是法務的立場 所以這個議題 有關未來要不要走向屬立主義 或是 法院便利主義 這個法務部會不會繼續開這個會 那應該 我在我任內裡面 我相信 我不會叫我主持這個 如果主持這個會議的時候 我的定調 就是處於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的本來的立場就是這樣 我其實只要這個回答 法務部未來不會再針對這個處理再開會 因為這個是你們受到指示以後開會的 你們真正要解決問題 真正要解決問題是下面 是我剛才提到的 真正要解決問題 其實是我們現在刑法上的問題嘛 還有刑法三百四十九條 沒有辦法有效組織 有效處理嘛 那這個有沒有集團犯罪的問題 這個其實我在去年 不是在去年 我在上一屆就提出修正案 你們連理都不理嘛 你們連理都不理嘛 所以真正要解決問題是這樣 不是透過中國來主張屬地主義 或者是主張這個法律便利主義 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聽說是馬英九 他的友好人士姓陳 馬英九的友好人士姓陳 交代保護部這麼做了 請你們講清楚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這個我越聽越糊塗啦 因為昨天我們